新闻收视买先带观众朋友来关心虚药方面的消息 每年的青年测诊后是虚药苗奉用的事实 受到日清一泊一泊的含流影响 白药苗受到去年用集所量减少的冲击 依照平静的募钢 员一月由0.3角到1.2角不定 价差513倍 你目前的虚药苗价小也价格持续的稳定 白药用集药去年真慈善 高尚两三生业借着连药苗的本质都没回收 连外三生不够支付治疗资 就算说无计人工的成本 无所谓的蜜蜜是白药黑本无贵 用集凭借着说 去年白药拥接到空前的灾难 多数的人都说药苗不够健康 尽口的药苗原本因为计划馆没人问 今年美国麦阿米拼见 跟印尼尽口的药苗市长孙梦都有提款的哭泄 今年的药苗价格稳定 这几年的药苗价都算稳定 但是在发来只没什么 没影响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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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因为它进去 单击得开 但是单单进去 是在打得比较近 但是存活率 最终的存活率是较低的 保证白药苗行政时 本土每月0.3角 新日台药苗0.5角 新日台混合第2台0.6至0.7角 自美国麦阿米进口进药苗 在台湾部发每1月1角到1.2角 印尼在接空文来台药苗每1月1角 谢谢新闻 我们终来吸引咖喺观彩虹波的哦 这一写的 按下来 南偿 中文 特别 中文 感谢观看